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氣候變遷的會議快要召開了 全世界各個研究單位都對於地球的問題提出了很多的報告 這不是湊熱鬧 而是提醒大家 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很大 那這兩天剛公布的就是聯合國有一個減災組織叫UNISDR 他的一份報告就是說我們因為氣候變遷 這種極端的事件造成的災害 他的這個損失就是造成我們人類的損失有多少 他事實上結論告訴我們說 每天都在發生 全世界這麼大每天都有這種所謂極端氣候造成的天氣事件都在發生 那事實上以亞洲這種在發展中的國家 災害是特別多 例如說你看顏色紅色最大塊的 就是說像中國越南泰國巴基斯坦印度等等 都是屬於很大的一個國家造成很大的一個損失 這個都要特別注意 那在這麼多的災害裡面呢 有一個M型化的現象 什麼是M型化呢 這種高所得的先進的國家 他的損失的金額是最多最多的 但是呢他佔他的GDP 比損失反而是比較少 那反而呢是屬於這種落後型的國家 他的這個收入呢可能影響的錢沒有那麼的多 可是呢造成GDP的影響卻是非常的大 這個落差相比呢是很大 也就是說有些國家呢 是相對的很有錢 他傷亡的人口沒那麼的多 那但是他的損失的量就非常的大 可是有些落後的國家 他的這個死亡的人非常的多 可是他的這個金額也很多 但是他的影響的衝擊面就是更大更大了 所以這個其實這個錢呢 跟人命之間每天都在發生 也都在拔河 這次氣候變遷也會談到很多 損失跟這種損害的賠償的機制怎麼去解決 也是我們未來的要關注的焦點 因為這個兩個M型化的情況 到底怎麼去移轉怎麼去得到一個平衡 也就是我們未來要關注的焦點 這個有錢的跟這個窮的 損失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同時都遭遇到氣候變遷的衝擊 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那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的天氣 今天天氣有一點改變了在北部的區域 中南部導致沒什麼變化 這個煙花颱風開始北轉往日本南方前進 對台灣沒什麼影響 還好他的水氣對我們沒有什麼帶大的衝擊 因為距離大概有一千多公里 那今天來說的話 還是吹的東北風比昨天還要更強 相信很多朋友應該感覺到風變強了 風變強有一個好處 等於是通風變好了 所以今天中南部來說的話 空氣品質跟前幾天比 好了一些 風大有風大的好處 但是其實有時候去外面風大 有時候還覺得很不習慣了 大家習慣前一陣子秋高氣爽 你看這次東北風明顯的直直直南下 那今天的降雨呢 北部還是有一些 你看這個從宜蘭還有新北 到這個花蓮都有一些明顯短暫的雨勢 中南部還是非常的一個晴朗 那未來的情況呢各位看清楚 這個高壓 這個就是高壓 冷高壓 他慢慢的南下 那高壓的前緣冷高壓前緣會有一些冷暖空氣交接的水氣 所以未來的明天 各地會變得比較陰沉 有雨 那接下來呢就是關鍵就是周四周五的時候 這冷高壓就在中國的這個東岸這個地方盤踞 所以就會突然就變得很冷了 這個冷高壓就南下 那禮拜六的時候呢高壓就明顯冬移溫度就開始回溫了 不過回溫就回不像說像前幾天這麼溫暖的這個秋天 像夏天的秋天 就是整個大概就會進入到秋天的節氣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雨量的部分 明天來說的話 各地中南部會變得稍微陰沉多一點 北部雲量比較多 而且可能有一些短暫性的雨勢 明天是一個變化時間點 那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乾冷的空氣就來了 冷空氣就在明天開始慢慢慢慢的南下 禮拜四禮拜五就開始發威了 這次中南部也會有感覺 低溫來說的話 中南部雖然沒有像北部那麼低 也是要留意輻射冷卻的這個低溫 我們看一下風就更明顯 已經慢慢轉為東北風了 明天會再更加強一點 什麼時候加強的更多 就是在這個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你看紅通通一遍 那這次呢有一點偏西北風 跟完全的這個北風 比較不一樣 這個西北風呢 要留意就是說可能有境外的汙染 第二個呢這個冷空氣可能威力 少了這個海洋的變性下來 可能感受上會真的有一點冷 請大家留意 這個就有一點奇怪 就是乾冷其實沒那麼冷 可是這種西北風原汁原味的冷 是跟這種直接從海洋來的冷 會有點不一樣 各位可以習慣看看 這次來看的話是西北風來的風 跟未來呢可能是東北風來的風 東北風來的風 有點不大一樣 所以溫度上呢 其實這陣子在黃河流域都已經降到零度以下 這次來說的話 從明天後天開始 這個零度線呢會到中國的南方 大概在長江以南 中下游這一帶 這一帶 那事實上福建來說的話也會跌到各位數的溫度 台灣很幸運啊 各個台灣海峽 這次冷空氣 越過海峽之後明顯的就會稍微 增溫一點點 力道沒有那麼強喔 所以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下看的低溫 在北部喔 空旺地區 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清晨的時候 要留意喔 可能低溫喔 可能最低到13度 平均來說應該14-15度左右 但是空旺 有一些側站應該2-13度的溫度 要稍微注意一下 白天的高溫呢 也大概就有18-29度 跟前一陣子喔 有點差 像這幾天其實都20 北部的低溫都20-21度左右 那一下子呢 你看 白天的高溫也不到不超過20度 這個是真的會有感覺的冷啦 請大家注意一下 包含你的穿著 要外套 然後家裡面的睡覺的棉被呢 也要轉變了 要厚一點的棉被要拿出來用了 夏天過去了 夏天過去了 雖然現在要步入冬天了 可是今年比較反常一點點 那未來呢 到了週末就開始慢慢的一個回溫 不過回溫其實也沒有很多 還是 跟這兩天稍微涼了一點點 這是北部的趨勢 中南部的也會有變化 我這邊的溫度呢 是用高雄的溫度 如果用中南部的話 大概介於北部跟南部之間 中南部特別是雲林嘉義 到台南呢 要留意空曠的低溫 低溫目前來看的話 下降16度 這個是指了都會地區的溫度 如果農業來說的話 是比較 低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在嘉義 嘉義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其實要留意輻射冷卻 可能會只有16度的低溫 要注意一下 這個溫差跟這一陣子是有一點不一樣 會滑 南部的朋友會滑 我們給大家建議 明天開始水氣北部增多 北東會轉為陰塵 北部的溫度呢 在明天就會感受到明顯的要下滑了 入夜呢 中南部也會降溫 而且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周六 現在來看的話 北部是下降到13度 中南部 特別是雲加南 然後可能會跌到16度 這個是的確是 最近來說的話 是 今年到目前為止 最強的冷空氣 未來還有更強 但是這樣的一個變化跟前一陣子 是有落差的 特別提醒家裡面的年長者 請大家 給予他多一點關心 這個衣服要趕快換了啦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心血管疾病 或呼吸器官敏感的患者 請大家要給予他多一點的關心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